好 有 有 我們大家 我會幫你們在這裡 不然 你也是一樣 你們兩個在附屏 你們兩個在附屏 好 來 旁邊齁 好 可以了嗎 都定位了齁 定位了齁 這邊都趴過去了 講正宣 可以了齁 好 注意 這個楊老師叫注意 你們都會注意 我台發叫注意沒有人注意 想到而已 想到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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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請問你接到這一刀 好 我跟你講齁 我跟妳講齁 所有好的義大利披薩 預期三月齁 所以很多人會說 達美樂 必勝客 我吃過披薩 但是凱報真的告訴你們 在義大利 基本上不承認達美樂 不承認什麼東西 必勝客 因為他認為那個叫做 英文叫做 like bread 他認為什麼東西 那個叫麵包 對啊 義大利認為那個叫麵包 你真正的披薩 什麼東西 一定要經過意大利 他們認可的流程 才叫做披薩 意大利要求什麼東西 你有沒有發覺 意大利的披薩很單純 就這幾樣而已 但是這幾樣 如果能做出好吃的披薩 那才叫披薩 如果這些天然的東西 你做不出好吃的披薩 你一定要加很多很多的東西 才會好吃 那個東西就叫美佛披薩 那個東西就叫美佛披薩 所以 懂嗎 所以基本上 要我們如何用最簡單的食材 做出好吃的東西 這才是義大利的精神 來首先先看一下 凱包為了大家 我們很辛苦的 來 凱包呢 為了大家 我們從昨天就開始發酵 這個麵包 這個麵包 非常的軟 現場 爸爸常常會講說 好 其實很簡單 來 餅兒 你去上課 你回來看最早給你吃 冷了 現做的麵包不會好吃 現做的披薩也不會好吃 為什麼 它缺乏一個發酵的香氣 來 我們從這邊聞過去 好不好 來 聞過去 來 這個你拿著 給大家聞過去 好不好 來 你從這邊 聞就好 鼻子不要碰到 從大家聞過去 不要碰到 聞就好了 我看到你鼻子白白的 我看到你鼻子白白的 我就知道你碰到 很軟 很軟 非常軟 然後跟你們講 我拍 我拍你 來 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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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到 聞到 聞到